其實見到賭收的博彩收益是137億 佔了整個總收益是8成7 但其實見到現在賭股都要繼續發展非博彩業務 同時之前發了新賭牌 也有說到要發展多些 除了博彩之外的業務 賭收的佔比其實是否只會越來越少 是否應該會出現下降的趨勢呢 你認到 如果說大數上來計的話 其實我相信賭收的數字應該都會不斷改善 就是要向好的方面改善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用今年自到7月份為止的時間 賭收的數字大概是現在9百多幾左右 跟高峰相比的話 還差很遠的 所以變相之下 我相信有很多的 可能一些旅客 可能比較多的 到當地這樣算了 應該之後會再慢慢有比較好的表現 但是如果以飛博彩那邊去看的話 我可以用一個叫拉斯維加斯哥的例子 其實如果以往的時間發展的話 拉斯維加斯哥的賭場 其實那個叫做賭收的戰備 都不是算特別多的 近這兩三年是多的 大概可能是六七成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有很多的一些 可能叫做戰艦那邊的那些 都在疫情之下停動了 再之前的時間呢 其實可能你有賭收的數字 可能戰艦過去三成多的 另外那六成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一些是消閒的 一些可能是度假娛樂的那些 一些可能是跟一些展覽相關的 當然你說現在這一刻 賭孤那邊 澳門那邊 那個賭收的那邊的戰備 上來很大 但是你看到他們打後的時間 很多的部署 甚至可能興建很多的 一些叫做消閒中心 都是最主要在非貨彩方面為主 所以我相信你說那個賭收的 那個叫佔地 是會降低的 但是那個餅 那個叫做賭收的餅 我覺得都會有 之後的時間 都就會降低回這樣 好 剛剛Stanley 也說到 就是看著賭收 接下來的復甦的進度 其實對於下半年都有些信心在那裡 但是 看看那些數據 用回疫情前就是19年那份中期的業績 去做一個比較 他們的銀魚 它的博彩收益 23年上半年 即今年上半年 就是137億的 而2019上半年 即疫情前就有306億 那個對比其實都挺大 暫時來說 恢復去到疫情前的5成半水平 其實和全澳門的賭收的復甦步伐差不多 可以叫做一致 恢復去到5成多左右 主要其實是不是都是 看到少了一些貴賓廳的收益 相關收益剩下17億的 而中場收益其實都回到疫情前的7成6 而澳門旅遊局都說 旅客已經恢復去到疫情前超過8成水平 賭收的復甦空間還有多少呢 即在沒有了貴賓廳的情況之下 你這樣會不會有些不穩定的因素在這裏呢 貴賓廳我相信現在應該就很難去到疫情前 甚至以往的水平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都真的可以說以往的時間 可能很多內地的蠔很大蠔 我真的會去那裏可能比較疏爽一些 但是內地都經歷了很多疫情 甚至乎之前的時間 有體力的打探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都很金飛色的 所以你看到之後的時間 其實很多的一些博彩公司 其實那個方向 發展的方向都是集中去一些 叫做中場的方面為主的 但是你說這個是不是意味著 就是說那個賭搜數字 真是很難去到之前的高峰位 那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你也可以說 如果一個賭搜的數字 就是我用那個大數去講的話 和之前那些疫情前身比的話 真的都還差一段距離 如果我這些統計數據 就是以回到最輝煌的時間 那你用回14年的時間 頭七個月的時間 那個賭搜數字是二千多億的 你想想現在都不夠一千億 所以我剛才提到 因為至往的時間 可能有比較多一些 叫做一些富豪去賭錢 現在可能少了這批客人 但是問題就是說 有其他一些業務 一些非博彩的業務 我覺得那個收集都會慢慢上升 所以某程度上 雖然未必可以彌補所有的 這方面的狀況 但是我相信都會慢慢有機會 那個影響就會慢慢降低 再去看看那份業績 其實這次的業績還有一個亮點 說的是疫情以來 第一次要恢復派一個中期特別息 每股就派20先 雖然是否回到 即是暫時還沒有回到疫情前 46先的水平 但是那個派息比率都保持到三成 其實這次有這個派息在 算不算有些少驚喜呢 之後可不可以寄望 可以繼續派到呢 驚喜是有的 因為始終就真的賭鼓 大家都預計他們 只不過還在一個復蘇的階段 那拍息有些驚喜的 當然派送那裡又不是真的很多 但是這個都合理的 不過因為你說銀魚 其實在過去的時間 很多行都說的 如果那個債務水平也好 那個的現金實力也好 最好是它的 那它現在拿到大約 是現金平二百多億 所以你說這次的派 叫做派送 對於它來說有影響 又真的不是很大的 但是只不過呢 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始終之後的時間 公司就有很多的大機會去做 就是你說 可能你說這個 路頭5、3、4期 那裡都投資 相當都不小的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有沒有可能之後 可能那個派送方面 可能會變回一些 這個不足為奇 不過如果之後 可能你說一些 那些迫彩收入方面 二次到一些 迫彩收入方面 如果一個比例是OK的時間 變相之下 它的現金流比較強 的話 那派息那邊有機會 會變回一些 也不足為奇 但是也可以 那一個大方向就是 似乎公司 我想你說之後的時間 那個派息那方面 應該都能夠保存 再看看銀魚的股價走勢 先看見今天業績公佈之後 股價偏遠 曾經是見股一個月低位 落到五十一個半個位置 最新跌幅都輕微收窄一點 五十二個半附近都行走著 其實看到股價業績都很憧憬 已經反映了提纖 反映了下去 中長線的復甦空間 值得現在部署嗎 大概這一兩年的時間 你說賭股的比例其實不差 甚至乎今年來計 銀魚現在的股價都升得不多 不過都排行過大市 都反映了大家對於這些 叫做賭股的憧憬 都是相對比較高的 同意的 其實你說如果反映了 大部分一些利益的情況 我想都會這樣的 但是只不過 如果你預期它的情況 還是會有些改善 甚至乎都會變得比較好的話 對於它的股價 都會有一些比較大的支持 還有一件事就是 看到它的股價現在這一刻 在2.50天線 大概是50元這個位置的賭 我想在這上個位置 應該都挺穩的 所以在後市方面 你說不穿這條這麼重要的支持線的話 我相信股價都還可以看得比較樂觀一點